吉安乡公所2022吉安同花祭系列活动 8号上午在林务局南华工作站正式开跑了 而乡长游淑珍也亲自介绍乡内赏童的绝佳秘境 他表示吉安同花祭在4月份开启了6个场次的小旅行活动 同时结合花莲知名首座市集品牌 期待让来到吉安的旅人们深度体验在地丰厚的人文 自然以及客家风情 吉安国小选乐团的小朋友穿上正式服装 合资的老师带来一首首有美歌曲 也为吉安乡公所2022吉安同花祭系列活动正式揭开序幕 在吉安林务局吉安工作站 满满的近视美丽的五月雪 要来跟大家分享 这也是客家庄里面的风情 在吉安除了我们林务局南华工作站以外 在我们的浩克广场 以及我们中原童花的步道 还有呢我们白云步道都可以来欣赏到油腾腾的这样的一个白色童花 跟大家来分享喜悦快乐 我相信来到吉安是一个美丽而且呢丰富的一个多元资源的好地方 让大家适幸宜居在吉安也享受着不一样的这个族群文化的美 欢迎大家一起来 吉安乡童花盛开各景点的位置也相当友善 不必登高心愿就能轻松欣赏到美丽的油童花 而其中又以南华工作站绵延将近400公尺的童花林道 最受游客喜爱 4月9号开始我们有六场次的畅游吉安 甚至于是铁马巡以及我们采龙虚菜 各项的农村客家庄的体验活动 请上吉安乡的网站来搜寻 让我们带着亲子一起来畅游吉安的美好 相公所这次特别将童花季融入在地旅游行程 从4月9号开始连续三个周末 一共开启六个场次的小旅行系列活动 同时结合华联知名手作式及品牌 期待让来到吉安的旅人们 深度体验在地丰厚的人文、自然与客家风情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吉安乡公所 脸珠粉丝专页查询 记者 徐丽晴 吉安乡报导